故事就是人的记忆 没有记忆就没有故事 故事是整个人类的记忆 好故事就是美好的回忆 天天好故事 好广材 来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郝广材 2月27号 这个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史上是很重要的日子 1951年2月27号 美国通过了宪法22号修正案 就是确定任何人 不管在任何情境 做总统最多只能做两任 绝对不可以再做第三任 这个规则本来没有写到宪法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不需要写 它是一个优良的宪法习惯 这个宪法习惯怎么建立呢 是1808年呢 杰弗森总统 他连任一次 做满两任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支持他再连任 但是他不要 他认为一个人呢 在一个职位上 就是做太久 不可能做太好了 只要做太久 一定会做不好 就是你做一个职位 做太久 不可能做得更好 所以总统只能做两任 8年已经太久了 而且伟大如华盛顿 也只做了两任 所以任何人 不应该比华盛顿久 所以他坚持 不竞选连任 从此以后 就建立了这个 总统只做两任的宪法习惯 当时没有白纸黑字 写在宪法里 可是每一个总统 后来就是做到两任 绝对不再竞选 就大家变一个好习惯 好了 到了1940年 这个问题来了 当时二次大战 正在打 就是美国在打仗 罗斯福总统 就打破了150年的惯例 他就竞选第三任 他当然当选了 因为那时候在打仗 到了1944年 战争快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 所以他继续又当了总统 但是他没有做完任期 就死掉了 因为他有病 虽然说这是战争的特殊状况 但是一个人做太久了 不管怎样还是不好 所以战后美国国会 就提出了这个宪法修正案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 不管有没有战争 都只能做两任 就以后不会再出现罗斯福了 可是这规则很重要 因为它不只变成美国的 民主政治的规则 变成所有全世界 民主政治的标准 就所有职位都只能怎样 做两任 不可以再多 可是有没有人乱搞 有的 就像普丁 他做总统 也是做两任 不能再做 他就把他的傀儡 交上来做总统 然后他去做总理 这时候就变内阁字了 然后他的傀儡 做两任总统 又不能再做了 对吧 再回来做总理 他再回去做总统 又改成总统字了 就是普丁就这样做了很多人 理论上是你可以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好 但是又不是全国人都小人 我们现在市长只能做两任 总统也只能做两任 所有事情都是跟这个 杰弗森建立了这个伟大的习惯 留下来 杰弗森很重要 他不只是伟大的政治家 他还精通建筑学 数学 原意 生物学 考古学 他还是语言学家 密码学 测量学 黑态是作家 律师 小提醒手 所以呢 甘乃吉总统 有一次在白宫请49个诺贝尔的得主 晚宴上说过一句名言说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白宫呢 聚集了最多的天才和人类的知识 或许除了当年杰弗森一个人 在这里吃晚餐的时候呢 不算 就是杰弗森一个人抵的都过49个 所以杰弗森是一个 在民主政治而言 他真的是一个崇高的灯塔 所以如果你对民主政治 如果有疑问 告诉你 最好的方法 你就是把杰弗森留下来 对政治有关的讲话 拿来看一看 你就会找到答案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